齐寒落入潭水时 激起了一大片惊天地气鬼神的水花 与扑通水声一并响起的 还有玄境外长老们 黏颜不绝 吵吵嚷嚷地喊叫 看不见了 怎么会突然什么都看不见 临浅拍桌而起 双眼直勾勾盯向玄境里 一片漆黑的画面 视线异常恐怖 那叫一个如狼似虎 陪记那小子 之前把瀑布下面的氏灵弄坏了啊 可恶 叫他赔 至少要两倍 不 十倍的价钱 说完喘着气缓了好一会儿 才又双眼发亮 看向身旁的曲飞青 露出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 嘖嘖 这算是同门情义吗 陪记为了保护宁宁 可是连命都豁出去了 有女修双手捧脸 眼底尽是惬意与欢愉 笑得跟今晚自个儿成亲似的 嘴角差点咧到耳朵 这就是年轻人吧 年轻真好 真消不乐意了 难道同门之间 就不能为了彼此牺牲性命 屈非清一向与林浅交好 闻生清笑着逆向他 懒洋洋接下话茬 哟 那我也没见到 你把天线长老打横抱啊 被莫名其妙点名道姓的天线子 打了个喷嚏 匆忙扭头看他们一眼 许是被屈非清提到的画面 恶心得不清 脸色白得跟纸片没什么两样 不过他怀疑人生的视线 没停留多久 便又转过身去 低下脑袋 在天线子面前的木桌上 一场悬念丛生的赌局 正式宣告终结 浩然门掌门人 吹胡子瞪眼 痛心疾首 可恶 为什么齐哈那白痴 不把自己的身体当作阵眼 害我白白输掉了五万零食 天线子本人 粘成了一株久汗的野草 仿佛被榨干身体里的 最后一丝水分 奄奄把跟前作为堵住的零食 往前一推 我真傻 真的 我单知道阵眼和水晶有关 却不晓得 头顶上的天也算 说老实话 谁会想到那一层啊 把天射破这种事儿 也太那什么了吧 宁宁的脑瓜子怎么长的 流明山掌门人 何孝晨生无可恋 不停朝玄境所在的方向张望 我这是何必呢 非要不自量力 来跟你们打赌完 这下倒好 不但输光 身上的所有零食 还没看到最精彩的一幕 我听玄境那边的长老们 都快激动疯了 一家欢喜几家愁 围在木桌前的所有人里 只有几云开 笑得格外灿烂 身为唯一猜对的赢家 记掌门点着脚伸出小胳膊 快快乐乐地把零食 往自己这边揽 多谢各位 多谢多谢 等全部零食都进了储物袋 立马蹬蹬蹬地 跑到真宵身边 一看就激动得不得了 快快快 他们俩怎么样了 和他相比 真宵像是一坨巨大的人形冰块 面色不改地指了指静面 一团乌漆麻黑 哪里见得到半分人的影子 是裴继干的 对吧 几云开眯眼笑笑 满脸的单纯无害 叫他赔钱 双倍 欧布 五十倍 玄境外哀叹阵阵 瀑布下的裴继 无眼转身 看向那道漂浮在水面上的人影 齐寒直到现在 还是满脸猛 两眼一瞪嘴巴一张 像喷泉似的 吐出一口潭水 修长四肢 随着水波来回晃荡 那腹半死不活 胡乱扑腾的模样 生动形象演绎了 什么叫做青蛙王子 乘风破浪的小白船 他真的想不通 以天为水为净 这是多么超脱常理的绝妙设计 他曾信誓淡淡地坚信 除非由自己主动解除阵法 否则水净之阵永不可能消失 然而就是这样苦心故意设定的阵眼 居然被一个小姑娘给直接看穿了 不可能吧 假的吧 哦 不仅仅是看穿 那丫头还不知从哪儿拿来了一把弓 直接把阵眼给破了 别问 问就是怀疑人生 这会儿 他也看见了裴继 曾经的自己是多么邪魅狂倦 所向披靡 如今立场互换 两相对望之下 实在有些尴尬 齐寒好歹归为魔君 即便灵力受了重创 也断然不会 情愿在小辈面前受辱 他浑身脱力无法起身 只能洋装无事发生的冷哼一声 语气里仍旧带了嚣张跋扈的意思 看什么看 没见过下水成凉啊 说吧 咬了咬牙 又恨恨道 这次算是你们运气好 运气也有用完的时候 给我等着瞧 裴继向来不屑 与旁人争论 就算听见关于自己不好的言论 也只会面无表情地置之不理 很快将其抛在脑后 然而听罢齐寒最后一句话 却语气淡淡地开了口 与运气无关 师姐比你更聪明而已 这种云淡风轻陈述事实的口吻 醉醉气人 齐寒嘴角猛地一抽 差点又从喉咙里蹦出血来 宁宁闻言 意识惊讶地眨眨眼睛 小声问她 这算不算是 你在夸我 裴继眉应声 宁宁便顺理成章地当作了默认 眼底笑意更深 双腿悠悠晃了晃 这好像是你第一次夸我 希望她能多加保持 这句话 她没好意思说 这是在叫你多夸夸她呢 快跟我一起念 成颖不愧是靠谱的中年大叔 重点一抓一个准 生情并茂地 在裴继耳边揉声朗诵 啊 师姐 你的双眼那样美 让我分不清 见到的究竟是满天繁星 还是你的眼睛 是你让我明白了 清国清城的意义 师姐是杯酒 谁喝都得醉 啊 都得醉 裴继 安静 她听的后背 直起鸡皮疙瘩 只想拔剑 把这道声音切个粉碎 奈何成瘾并不理她 越说越恶心 这满潭的水 都是我为你留下的口 裴继实在听不下去 自行将她无视屏蔽 拉黑一条龙 水静之阵 由其寒的绝大多数灵力 作为支撑 如今阵法被破 浩瀚的灵气 便也随之四散 无法再回到体内 她灵力散尽 又遭到阵法破灭后的剧烈反噬 状态跟宁宁没什么两样 同样是浑身无力 连战力都很难做到 裴继心知 她已再无威胁 并不想多加理睬 于是抱着宁宁转过身去 打算先带她离开水潭 她之前在魔潮中耗去大半力气 加上双腿 在寒凉刺骨的水里浸泡了好一阵子 打算向前迈步时 脚下进不稳的一个亮腔 好在身形很快被稳住了 只是宁宁的双手 不知什么时候搂在了她脖子上 裴继按在她肩膀上的 左手下意识紧了紧 脖子上莫名感到一丝痒 等正愣一瞬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宁宁的呼吸 静悄悄落在皮肤上 晕开一片柔柔的热度 这里气息轻薄的过分 像藤腕那样疯狂生长 顺着皮肤一直往里 涂净血液 经脉与骨髓 最终抵达心口的位置 如同被施了某种奇异的法术 她的心脏居然毫无缘由的 也有些痒 对 对不起 宁宁不像她那样 喜怒不形于色 匆匆忙忙将双手松开 她被培挤的脚下 不稳吓得不轻 之所以伸手抱住她 完全是情急之下的条件反射 等少年重新站稳 才发觉两人之间的距离 过于亲近了一些 真是要死 宁宁本以为被她抱在怀里 就已经是极限 万万没料到 自己居然会稀里糊涂 做出这么亲密的姿势 胸口像有什么东西 在不停冲撞 让她有些发猛 耳边满满都是瀑布的咆哮 宁宁却在喧哗与骚动里 十分清晰地听见 裴记的心跳快了许多 裴记一定是被她吓到了 太丢人了 这段小插曲并未持续太久 裴记在滴滴到了声抱歉后 便带着她走上岸边 宁宁认认真真思考了好一阵子 决定用转移话题的方式缓解尴尬 谁里的那位应该怎么解决 裴记说话时 胸腔也会随之轻轻颤动 她的脑袋刚好抵在那地方 能触及到少许的轻颤 一种很奇妙的感受 我会处理 她说先送你上岸 它不重要 那就是说 她勉强能算得上是重要了 哦 这句话让她有点开心 宁宁又开始轻轻摇晃小腿 抬眸看一眼遥远的天边 月亮被星恒剑 刺出一道肉眼可见的巨大裂痕 昏黄光韵与凛冽剑气迅速扩散 破开一处又一处争鸣的断痕 像极了裂开的镜子 即将分崩离析 摇摇欲坠 两个世界应该快要融合了吧 她有些困 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不知道水晶另一面的秘境 究竟是什么模样 许夜怎么也不会想到 水晶的另一面 居然会是这副模样 她入水仓促 没来得及用上避水绝 因此身上 沾满了血水和污泥 爬出水面的时候 嫌弃得不行 简直想把自己剁成几块 丢进河里喂鱼 这还不是最棘手的 最让她拿不定主意的 是好几个察觉了生人气息 跌跌撞撞 朝她和乔延靠近的静鬼 乔延对真相一无所知 可她却明明白白地知道 这些形貌诡异的怪物 都是灵狐所化 皆乃乔延同族 静鬼被磨气入体 理智尽尸 会袭击他们是意料之中 但如果放任乔延将他们射杀 那不就跟同族相残 没什么两样了吗 等 等等 眼看乔延已经扬起弓箭 许夜慌不择路地 一把按住她手腕 大脑从没像如今 转得这样快过 乔姑娘 万万不可 她竭力做出一本正经的模样 加重语气 此地凶险万分 若是让他们流了血 说不定其他静鬼 会循着血腥味赶来 咱们悄悄潜入就好 千万不能惹出大动静 不对 这鬼地方也太吓人了 咱们还是快快离开吧 乔延没料到 她居然会一并跟来 听罢微微一愣 略带了几分迟疑地放下长弓 许道长 你既然知晓此地凶险 又为何要随我前来 许夜心道 她也不想来啊 可是姐说过 修道之人理应奸计天下 她总不能只顾着自己逃命 放着这丫头不管吧 我这不是要成奸除恶吗 许夜只想带着她 尽快离开这儿 一边用坚决击婚袭来的进鬼 一边装作对一切都毫不知情地发问 你真不走 留在这里有什么打算 乔延这回 居然没不假思索地应答 而是微微一正 低声应道 我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她 这个她应该就是卓日公 许夜自认明白她的心事 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去哪里找 我们灵狐族的村子 乔延将四周颓败荒芜的景象打量一番 细声细气地认真解释 那些魔羞弱滞留于此 一定会在村落定居 只要我们前往那里 或许就能找到除了进鬼以外的其他魔族 从而套取情报 这姑娘还是有够用 许夜知道 她不会在村落里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或人 因此答应得很快 我能陪着你一起去 但你得答应我 一旦没找到那玩意 就立刻跟我回去 阵法另一遍 若是不依靠她的见诀 乔延很难神不知鬼不觉地 偷偷潜入村子 她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毫不犹豫点了头 于是许夜开始兢兢业业地扮演护花使者 见到袭来的近鬼并不拔剑 只用剑气将其打晕 这里作为真正的秘境 生存环境差到令人发指 不但四处弥漫着血腥味 还遍布了植被与生物的残骸 浓郁磨气萦绕在空气里 汇聚成灰蒙蒙的雾 压得它有些喘不过气 这应该就是导致灵狐产生一变的罪魁祸首 由于是镜面翻转的缘故 真假两处秘境的道路布局一模一样 虽然风景天差地别 乔延却还是能凭借记忆不断往前 最终带领她来到被废弃已久的湖族村落 与许夜的预想没有太大差别 这里仍然只有四处盘旋着的近鬼 见不到丝毫所谓原因大能的影子 她被阴风吹得打了个哆嗦 听乔延沉声道 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 娘亲总是信誓旦旦告诉我 水坡另一边有许多实力高强的秀士 可每当我靠近湖泊 见到的都只有近鬼而已 许夜的心口扑通一跳 而乔延行走在昏暗的暮色里 身形和声音都是模糊不清 我们为什么找不到卓日公 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是挺奇怪的 她答得甘涩 下意识有些慌张 秦娘不是说过 可能是被卧底拿走了吗 你之前也是这么推断的 我 乔延本想说些什么 最终却犹豫不决地闭了嘴 因为走在她前面 许夜看不清她的表情 只能望见小狐狸的一对耳朵 软绵绵搭了下去 似是有些难过的模样 你不是想找住在这里的魔凶吗 她笨拙地转移话题 试图让乔延不那么伤心 我们一间房一间房地找找看 怎么样 谢天谢地 小姑娘的耳朵总算晃了一晃 随即轻轻点头 我们族人本来都住在这儿的 乔延道 后来为了离水源近些 我就在瀑布旁建了新房子 你看 那是我家 她说着快步上前 在路过近处一座小院落石 停下脚步 迟疑出声 这是燕青家 我们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 可她更喜欢看书 不爱和我玩 许夜点点头 跟着乔延走进她家 屋子里显然很久没有住人 积攒了厚厚一大灰尘 乔延一言不发地端向着大厅 当视线拂过厅堂里的木桌时 整个人不由愣住 木桌被灰蒙蒙的尘埃染成了灰白色 在桌面中央平躺着一封浅贺的信 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走上前 拿起信封抖落灰尘 一眼就见到三个醒目的大字 给乔延 是我娘的字迹 乔延的声音很低 这是她的习惯 若是和爹爹因为族里的事物临时外出 便会在这里留下一封信 可在之前的空间里 我从没见过她 你娘不是好端端活着吗 说不定她本来是留了信 但后来在大战里逃过死结 就又把信封收回去了 许夜努力圆晃 你要不要把它打开看看 她的语气多少有点虚 然而话音刚落 还不等乔延做出回应 不远处便突然响起几声刺耳的尖笑 许夜匆忙扭头 竟见到大门入口 出现了成群的进轨 十几双浑浊不堪的黑眼珠 死死盯着她看 目光里尽是令人遍体声寒的杀机 糟糕 看来这地方是她们的老巢 剑爵定然无法解决这么多进轨 许夜宁神片刻 拔剑出鞘 看来找不到你想要的灼日弓了 等解决它们 我俩就一起离开吧 随着一声刺耳咆哮 门口的进轨倾巢而出 喉咙里发出的怪异声响 一串接着一串 汇聚在一起时 像极了骨骼被碾碎时发出的声音 许夜虽然拿着剑 却并不打算将它们全部斩杀 只是依靠剑锋与剑气 逐渐把进轨逼退 毕竟受到魔气侵染的人与妖 并非无药可救 只要能得到合理医治 总有一天会回归正常 乔妍与灵狐一族还有机会 他不能让这个希望断送在自己手上 刹那间见光四起 然而许夜虽然实力不俗 但总归没动杀心 反观进轨 不但数目繁多 一拥而上 而且每一个都杀鸡重重 颇有要将他俩生吞活泼之事 许夜无法独自对付这么多敌手 理所当然地落了下风 他在打斗中无法抽身 很难顾及到身后的狐足小姑娘 只不过虚余的功夫 就有一个浑身是血的进轨 发现了这道空子 在凝视乔妍片刻后 猛地扑身靠近他 许夜大亥 当心 他心头震战 在电光石火间迅速转身扭头 本打算直接挥剑杀掉他 却见到了意料之外的 从未想过的景象 那进轨跌跌撞撞扑向桥岩 却并未加害于他 有另外三个怪物 也察觉他没有太多还手之力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飞快朝桥岩靠近 在千钧一发的刹那 他适时出现在狐足少女身后 或是说 他之所以靠近桥岩 正是刻意想为他挡下致命的进攻 其中一个怪物的爪子 就那样毫不留情地 撕去了他一大块血肉 乔妍与许夜皆是一惊 眼看其余进轨即将再次袭来 许夜暗自咬牙 将灵气集中在长剑之上 默念剑绝 用力一挥 这一招蕴含了锋利剑气 势不可挡的席卷夜色 凌压如同滔天巨浪 重重将好几个进轨 鸡飞数尺之远 包括为乔妍挡下致命一击的那个 乔姑娘 你没事吧 许夜喘着气看向乔妍 却发现后者的视线 并不在他身上 他有些正冷 目光幽暗得看不出情绪 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望着被剑气震出很远的进轨 他替他挡了那一击 又被许夜的剑气所伤 本应虚弱不堪 无法动弹 此时却竭尽全力地撑起身子 在地上细细寻找着什么 乔妍心有所感 不顾许夜劝阻 大脑一片空白地慢慢靠近他 在空芒的血红夜色里 月光像破碎的水滴般落下来 盈润剔透 为他照亮进轨跟前散落着的物件 那是一串激进枯萎的千丝碎 被剑气震得粉碎 成了一节一节的碎屑 而他茫然无措地跪在地面 仿佛满身伤痕都不存在 垂着脑袋 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一点点捡起来 轻轻放在手心之中 静鬼乃魔族所化 丑陋畸形 无情无欲 只懂得不断地杀法与屠戮 不存在任何多余的感情 也不会记得曾经认识的人 更何况 乔妍与他理应是从未见过的 许许多多藏在心底的疑问 都随着那串千丝碎的出现迎刃而解 他站在沉重暮色里 对不知什么东西压得喘不过气 乔妍总觉得 燕青从不在乎他 想方设法寻找着他 昔悦于自己的蛛丝马迹 可少年人从来都是温和又腼腆 就算被他搭话 也只会低下头安静地笑 很少说些话来应答 后来经过大战 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生疏 那时的乔妍想 不喜欢就不喜欢吧 等他出了秘境 准能遇上许多许多更好的人 他才不稀罕他 燕青一定觉得他很烦 从小到大 只有自己缠着他的份 燕青只会极其偶尔地站在某个地方 摇摇注视属于他的影子 他们之间的距离那么远 远到乔妍看不清他的模样 燕青从没说过在乎他 可为什么直至此刻 还要这么竭力地 连性命都不顾的 保护那串早就哭死了的千丝碎呢 乔姑娘 许叶看出他神色有异 声音小得难以分辨 你 你都知道了 乔妍定定望他一眼 他不傻 怎会察觉不出身边所有族人的一样 只是那个想法太过惊世骇俗 乔妍不愿 也不敢接受 然而随着日复一日的相处 不对劲的细节也越来越多 族人们的刻意疏离 母亲记不起曾经的许多事情 诡异莫测的进轨 彻底打破幻想的 是密室里不翼而非的卓日公 摩弃为阴 正气为阳 唯有卓日公 不会被水晶之阵复制 既然神功隐匿了踪迹 那岂不就在直白 不过的说明 他所处的地方是魔族所在的阴面吗 此番下水 寻找卓日公只是用来自我安慰的借口 其实乔妍心里比谁都清楚 自己来到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在不久前曾对许业说 要来找一样东西 其实那并非 其实那并非卓日公 而是某个人手腕上的千丝碎 只要见到他 一切就都能领了 他在过去的数年间与仇敌相伴 不辞辛劳地助他们恢复灵力 并在不知情的前提下亲手杀害了曾经朝夕相伴的族包 原来陪伴在身边这么久的全部都是谎言 那些朝夕相伴那些夜谈与微笑还说要一起离开秘境去南城看烟花 什么烟花和约定 见是无法实现的假话 而他已然成了满手血污的罪人 犯下无法洗净的罪孽 乔姑娘 许业彻底慌了阵脚 手足无措地看着他 眼眶陡然变红 想方设法出言安慰 你不要太伤心 胡族虽然受了魔气侵染 但只要离开秘境好生修养 嘶 什么声音 他的话说到一半便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 是另一道席卷整个秘境的轰鸣 许业心下生疑 差点以为那位魔君杀了过来 等出门抬头一看 情不自禁愣在原地 我 我的老天 乔姑娘 你快看天上 乔妍恍之间闻声抬头 透过房门 窥见一片狭窄的天光 在下一刻 胡族少女 亦是呆呆正住 夜色无声沉淀下来 穹顶之上是浓郁的血红与墨黑 一切本应当浑浊幽暗 见不到丝毫亮色 可那天空正中央的月亮 却突然迸发出 无比璀璨的白光 光运不断挣扎 竟引出一道道不断碎裂的裂痕 每道裂口 都以中央一点为原心 朝四周如同丝线般细细散开 好似夜风吹落满天繁星 星如雨下 在深黑幕布上 绽开一朵朵圆形的画 师兄 天边有意 逆境之中 明空从洞穴里探出脑袋 抬手遮住刺眼的亮光 一颗鲁蛋撞光头 被照得发亮 有股巨大的灵力 被迫散开了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明镜坐在地面上 双手合十 语气毫无波澜 定是不知何处又起了沙发 只是秘境中诸位弟子 何人能有如此磅礴的灵力 云师姐 你快看 在山间一处不易察觉的山洞里 林寻同样扬起脑袋 颇为好奇地睁大眼睛 那是什么 云端月掀起厚重的藤蔓 安静站在他身旁 细细端向了好一会儿 才柔声应道 好像烟花呀 烟花 林寻文言咧开嘴角 眼底的笑意与亮色更浓 真的好像啊 镇帆已经在逐渐碎裂了 宁宁坐在水潭不远处 身边是一袭黑衣的裴继 齐寒被五花大绑 为了不让求饶生惹师姐心烦 裴继毫不犹豫 将他丢在了瀑布旁 与哗啦啦的水声孤独作伴 像不像是一场烟花 宁宁已经没了力气 连说话和睁眼都格外吃力 只想什么也不想地睡上一觉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最后化作一道轻柔的风 缓缓落在少年耳边 送给你哦 就当作是裴继舍深救我的奖励 漂亮吧 他们坐得很近 如今宁宁毫无征兆地突然入睡 在整个身体往前倾倒的刹那 便被裴继小心翼翼地轻轻接住 他几乎没用什么力气 在极其短暂地迟疑后 将他朝自己肩头挪了一点 然后又挪一点 直到宁宁的脑袋 稳稳当当靠在他肩膀上 成颖又哭又笑 在他脑海里翻来覆去的身胳膊蹬腿 裴小记 你终于长大了 妈妈我好欣慰啊 裴记 安静 在漫天展开的星光之下 裴记微微侧过头去 视线正对宁宁面旁 他见到少女小扇子一样 纤长的睫毛与圆润小巧的鼻尖 他像是梦见了开心的事情 在睡梦中无声地轻笑 裴记不动声色地将视线一开 在低头时 嘴角带着与他相仿的 静静上扬的弧度 天边怎会出现这般异象 而在废弃的老宅中 许夜对震撼得失了言语 乔延则借着满天光滑 打开被攥在手里的信封 那是他娘亲的字迹 吾尔乔延 见字如面 切勿挂念 当你看见这封信 我们与魔族的战斗 应该已入尾声 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只是胡族已尽生死存亡之计 总得有人为此而站出来 若要击垮魔族 需以我们体内的全部灵气为引 这是一场非生即死的赌局 将你剔除在外 是我身为母亲的最后一点私心 这世上除了秘境 还有许许多多你未曾见过的景象 南城的水乡 京都的楼宇 仙道之上后继的雪与云 倘若我们无法再见 那便有小颜带我和爹爹 一并去看看吧 无论结果如何 爹爹与娘亲永远爱你 对不起啊 明明早就约定好了 却不能陪你离开这里 一起去看场烟花 字迹被滴落的泪水渐渐运湿 变成模糊不清的磨团 镜面之外 乔妍深吸一口气 仰头望向被亮光映照的 恍如白昼的夜空 镜面之中 魔祖女修用尽体内残存的气力 最后一次抬起眼睫 片刻正愣后 自眼底一出一抹勤了水光的笑 在明镜的正反两面 两处近在咫尺 却最为遥不可及的地方 所有人眼前所见 皆是同一幅景象 镜面碎裂出片片裂痕 自天边的一点逐渐扩散 好似珠网千千结 迅速扩散至整个天空 由白光之城的繁花千姿百态 无比绚丽地绽放于穹顶之上 伴随着裂痕出现时的轰然巨响 虚妄的不似真实 当它们一束一束地绽放 渐渐填满夜幕的时候 星痕渐渐起 也随之爆开 牵引出起立着目的雪白流光 犹如一场真正的 被整个世界注视着的烟花 楼桑梨卜充成 超新型地装住的地装 最新型地装团 屋太轰 advertiser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